哈哈哈哈 防疫後話,我有口罩狐體 我死都不脫了 這次我就不想會中招了 誰救我健康 看龍珠不脫 打遊戲都不脫 就連喝東西我都有辦法 你吹嗎 為什麼這麼癢 誰 我不相信,他的口罩一定是假的 不要緊,洗手洗手洗手 搓走病毒去 洗手 洗手洗手 OMG,洗手洗手啊 我又碰到了 又要洗手,洗手 好 這次乾淨了吧 為什麼有點癢 又怎麼了 戴口罩久了 是否真的容易皮膚敏感呢 今天請來兩位專家跟大家聊聊天 分別有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勇 以及有疑科醫生沈澤安 跟大家聊聊天 其實被焗的時候 油脂又會增加 所以皮膚的毛孔又會被封住了 所以又焗又濕又黏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多一些暗瘡 另外,可能有些有玫瑰座瘡的病人 在這些情況之下 都會令到病情更加嚴重 令到皮膚經常都很輕 很紅 當然,如果真的有看口罩的物料 或是我們會否經常磨擦它 或是真的帶在大內 很多焗濕黏的情況 亦會容易多了敏感 所以如果真的戴口罩 有時候儘量都不用化得那麼濃 另外,其實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清爽的 水性多些的護膚產品 會不會那麼容易封住毛孔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疫情出現了 其實大家都少了街 起碼我的小朋友 已經很久沒出過街了 少了街會有甚麼問題呢 就是接觸少了陽光 我們少了陽光 便吸收少了維他命D 我以前小時候讀書 小學時老師教 維他命D可以令到骨格生長好些 骨格比較健康 但原來我們最新的研究開始說 就是如果你不夠維他命D 你的烤喘、鼻敏感、濕疹的控制 都會比較差 那不妨家長可以考慮 補充少許維他命D 幫你的小朋友 那這件事 相信對這些症狀都有幫助 直接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